70块钱就能买到2.5G交换机 还折腾什么千兆性价比 拿装宽带送的中芯G7625光猫 用网线或者下行光口连接交换机 拓展出多个2.5G网口 就能最低成本搭建全屋甚至是全楼的2.5G覆盖 我最近刷到一款特别便宜的2.5G交换机 红亚威视 这个品牌我之前买过 它一直走的是低价路线 用一张120-40的券 凑单之后单独交换机的价格在70元出头 因为我的凑单品不是最优的 最终时负73元 价格很便宜 东西怎么样呢 它采用主流的锐域8372A芯片 它还有一个细节改进 它的SFP接口下方开了缺口 能解决模块难拔插的问题 我们看看实物 打开包装 首先看到一本说明书 和一个12V2A的电源 因为是傻瓜交换机 完全不用设置 所以说明书很简洁 它的每个SFP接口做了两个灯 对应不同的速度 网口部分白灯代表2.5G 蓝灯代表千兆或者百兆 网口的指示灯移动到了下方 背板带宽60G 包转发率44.64MPPS 外观方面 比我正在用的水晶S1106PRO小一圈 长宽都小 厚度差不多 它具体的型号是SG-T0204S 查询得知 联果也有相同型号的产品 拆开外壳可以看到它的布局没有什么新奇的 与其它4加2交换机差不多 中间散热片下方的小芯片就是它的主控 RTL8372A 在它主板的背面有一颗散存芯片 存放固件 主板下方通过两个导热垫将热量导出到外壳上 做工整体上还行 它的待机功耗1.2W左右 接口全部插满的功耗在7W左右 模块兼容性方面与小米万兆交换机相同 诺基亚和阿尔卡特猫棒直接识别2.5G速率 其他的只识别到千兆速率 总结 红压威士SGT0204S 采用锐域RTL8372N芯片 做工和散热设计都不错 虽然是傻瓜交换机 但考虑到价格只需要70多块钱 我觉得非常超值 全新的RTL8372N芯片就要50元了 做成成品交换机 券后才73元 如果那个优惠券是商家自己补贴的话 大概率是要亏本的